莫姑娘 你也是受人指使 只要你供人是季晓岚令你前来的 本官可以立刻放 胡大人 你个堂堂大将军 就要用这个卑劣手段陷害季先生 你不觉得丢人吗 住口 你还差得远 你以后比不上季先生 你这狗乖 呸 哈哈哈哈 苏卡甘的编法 真是出神入化 相公 我求求你了 放了他吧 啊 你能当面求我 这很好 我真心软呐 也许你能多求我几次 我还真能放了他 相公 你怎么不求我呀 要不然我就活剥了他的皮 抽了他的筋 跪下 跪下 相公 我求求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你以为你心中有个季晓岚 我就拿你没辙了 啊 告诉你 今儿个你还不是老老实实地 跪在我的面前向我哀求吗 相公 折磨女人算不了什么好汉 好汉 折磨季晓岚的女人 我自在我快乐 我心里快乐极了 哈哈 你 来呀来呀 嗯 季晓岚来了 走 看看去 快点 季先生 季大人 哟 季晓岚 季大人 真巧啊 在这儿碰上您了 啊 哈哈哈哈 季大人 蓝海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小的是奉皇上口谕而来 皇上口谕 是 到底怎么回事 陈老板 请问您有个叫莫愁的人 可是在贵府之中 这这这他我这 莫愁 不 副大人 是这样的 皇上急着想看 季晓岚写的一本书 可这本书呢 季先生说 没有莫愁 他又写不出来 这 我听说莫愁 正在臣府做客 特意来请他早点回去 你说的这个莫愁 潜入臣府行窃 被我所捕 正在审讯 蓝侍卫 你可别上当呀 季大人是想包庇罪犯 什么 莫愁到臣府做贼来了 那可真是该死 该抓该打呀 安世尉 这书 怕是暂时写不成喽 书不能写吧 是啊 你看 这 不过您也别着急啊 等这个莫愁 坐牢 行蓝出狱之后 我再写不迟 你也不行 就为这本书 太后都得病了 您要是不写 皇上怪罪下来 谁担当得起啊 是啊 可是 国法如山哪 王子犯法都与庶民同罪 更何况一个区区的莫愁呢 我看这样吧 安世尉 您赶快向皇上禀报 就说这个莫愁啊 让陈老板给抓起来了 季大人 不不 不是我抓的 您这 是 是我抓的 你告诉皇上好了 福大人 区区一贼 可不要误了皇上的大事 我抓 我抓 福大人 我的意思 干脆把那莫愁啊 放了得了 你说能莫就能放吧 那您看这 福大人 台湖为了季先生这本书 查探不思 人已经定了 皇上心急如焚 若是续稿不道 万一太后他老人家 也有个三长两短 你福大人也难辞其咎 蓝世尉 你 你就没看出来吗 这是季晓岚的诡计 为了太后的奉体 季晓岚才借题大作文章 宁可不要中计啊 你们要放就放吧 我不管了 大人 你 委员 莫愁呢 蓝世尉 来了 来了 来人哪 把这姑娘带过来啊 别勇气快点啊 等着呢 莫愁 你 莫愁 谢谢 我闻鞋 陈老板 这怎么回事 我闻鞋 我告诉你 莫愁的鞋不会白流 我季晓岚会记得一清二楚 季先生 莫愁也到了 快回去写书吧 不行 我的书是三个人和写的 怎么又多了个人啊 蓝世尉 我季晓岚奉旨修四库全书 纳用了多少人呢 我现在写一部书 用三个人还多吗 不多不多 请问 您说的这是哪一位 就是他陈老板的夫人 为皇上修书何等荣幸啊 就请尊夫人辛苦一趟 去草堂吧 哎呀 蓝世尉 我的季大人 他 他不会写他 我会 相公 见切为皇上修书 你也光荣啊 这 你这 这位大人 事不宜迟 我们赶快走吧 陈夫人深明大意 令人敬佩 陈老板 你不会反对吧 我 你上次招给我的草稿 我们也应该一块儿带走的 对对对 草稿 我一生气就会忘了 草稿 没有草稿怎么写书啊 草稿不能带 草稿不能带啊 你好大的胆 皇上要看的草稿 你居然敢不让带 我让带 我让带 我告诉你 莫愁的账 以后再跟你算 陈老板 对 男司律 皇上面前 我会给你美颜两句 嗯 我是陈委员 派到曹雪晴身边的探子 曹雪晴在写《红隆梦》的时候 民间早有传闻 很多书商想买他的书稿 都被他拒绝了 陈委员试了几次 也碰了钉子 那雪晴身上虽然贫苦 却不为金钱而折腰 为了得到《红楼梦》 陈委员让我假扮寡妇 搬到雪晴县上旁边去住 那你跟曹先生有 晓月 你不要打擦 我很快就得到了他的信任 那个时候 他已经一瓶如洗了 饥寒交货 身体很差 我帮着他教稿 帮着他记录 我明明有能力拿出钱来 让他吃得好一点 可是我不敢 我怕他起疑心 我怕他起疑心 他是用他全部生命 在写这部书 一直耗到了游尽灯窟 这位曹雪晴 他真是个书呆子 季先生 季先生 你吵什么呀 我怕您写书辛苦 给您送夜宵来了 你知不知道 写书的人需要安静 我怎么不知道 我这不是心急吗 一部红楼梦 千古雪雷试 你已经尽了该尽的饭饭 雪晴先生在天有灵 一定不会责怪您的 谢谢您 季先生 湘云姐姐 你再继续说下去好不好 你讲的比说书的人 还让人感动 从前过世的时候 你在不在他身边 不在 但是当他觉得 快撑不住的时候 他曾经告诉我 他希望他的这部书 能流传下去 我相信 《红楼梦》这部书 一定会流芳百世的 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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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世卫 又有什么事啊 天快亮了 我怕您辛苦 给您送早点来了 请问您的书写完了吗 你急什么 我正写着呢 季先生 您能不能再快一点 我说你急什么呀 我急 我一点都不急 皇上急